心境自然良 听到有人说泪成狗我就暗暗发笑 我家的狗狗什么时候泪过 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 他只看别人的长处于是不断进步 这些吐槽式的话看似年轻人所为 然而真相是 这些话都出自一位70岁的老人毛帆 毛帆本名阮国帆 祖籍山东莱州 1949年出生于上海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书法家常务理事 国家高级美术师 上海龙华谷寺内的一间小屋 别具一丝静谧 毛帆的书斋便坐落于此 初见毛帆 他穿着一身布衣 儒雅脱俗 颇有大事风范 和书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帆 从2016年秋天开始创作了一些小画 之所以叫他们小画 是因为他们不同于传统印象中的国画 描绘的大多是一些小物件 而画的一旁再配上几句吐槽 毛帆说 这些小画大多是有感而发 也有对时下热点事件的描绘 这种推陈出新的国画形式 已经上网 便引发了网友热议 这个我画过一张鲤鱼 有条鲤鱼 我说是鲤鱼 他就一定要跳龙猫嘛 对不对 那么很多人在微信上 也发表刊法 我不当鲤鱼可以吧 我不跳龙猫可以吧 对不对 还有的是我跳过去了又怎么样 所以这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一条 我觉得我不想结论 让大家自己做出自己的解读 这个比较好玩 谈及传统文化的传承 毛帆兴致勃勃 在大家看来 如今对于传统文化 最重要的是找回正脉 树立正确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这些小画看似随性 但也有着毛帆的坚持 现在画画这个东西呢 也确实啊 怎么说呢 太老套了 跟不上时代 太新了 时代跟不上 现在我们讲 传承 继承 中华优秀文化 对不对 那么什么是优秀文化 这个界限 这个界限啊 有点 我觉得有点 有点 有点模糊 那么我画这些小画呢 这个有几条 我自己是守住的 第一条 我这个笔墨 完全 采用传统 用传统的笔墨 协议的 我不画漫画 但是它的内涵 不是以前的山水 花鸟 走兽 草丛 不是这个东西 这个内容给它一点新的东西 对吧 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小画的面目 麻烦的小画看似离惊叹道 其实并没有丢失国画的内核 在保持国画审美的基础上 加入一些生活心情的随笔 固守己心 不忘初心 十年磨一剑 麻烦希望今年能为这些小画办一次展览 来纪念他的70岁生日 1984年我办第一个展览 我60岁我办过一次 各展就是我自己的 也在新天地 那么今年我70岁 都是我想办这个展览 我办这个展览的目的 就是我那批小画 因为我觉得这批东西 还比较的受欢迎 我70岁 办一次吧 也就这么个想法 没有什么 也不是想出名 也不是想牟利 书画本就是一种生活的记录 抒发情感的表达方式 它们来源于生活 毛帆又将其归还于生活 这是自然而然的初心 心不在于形式 而是其个人感悟